俗话说早上水果是金,中午水果是银,晚上水果是铜,虽然这个说法过于绝对,但有些水果确实不适合晚上吃,最近哈佛大学研究表明,以下这五种水果不适合晚上吃。 一,芒果,芒果含有较高的糖分和热量,容易造成身体负担,且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和肥胖等问题,它含有的果酸和粘液质,容易刺激胃肠道产生不适,芒果具有一定的通便作用,如果在晚上食用可能会影响睡眠,导致夜间频繁起床上厕所。 对于一些过敏体质的人群,芒果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,特别是在晚上食用容易导致夜间过敏症状。 二,橙子,橙子含有较高的糖分和酸性,晚上摄入过多可能会刺激肠胃,导致胃酸分泌过多,容易引起消化不良、胃灼热等问题。 橙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柠檬酸等成分,具有刺激神菌和代谢作用。 如果在晚上食用容易影响睡眠质量,导致失眠、做梦等问题,并且橙子含有一定的草酸,如果在晚上食用过多,容易刺激节食患者出现腰痛等症状。 三,香蕉,香蕉是一种高热量和高碳水化合物的水果,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和引起体重增加。 香蕉中富含钾离子,过量摄入可能会导致肌肉疲劳、心肌等问题。 严重时甚至会对心脏和肾脏产生不利影响,所以晚上食用香蕉可能会对身体产生负担。 香蕉中丰富的纤维素对肠道有刺激作用,晚上食用容易导致肠胃不适,甚至引发腹泻。 香蕉中含有较高的糖分,晚上摄入过多会导致血糖升高,使人兴奋难眠,影响睡眠质量。 4.葡萄 葡萄中的柠檬酸和草酸容易刺激肠胃,使人产生胃灼热、消化不良等不是感觉。 葡萄的果皮中含有一定量的果胶和膳食纤维,如果食用过多容易对肠胃产生刺激作用,导致腹泻和胀气等不是症状。 葡萄在生长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化学肥料和农药,如果不经过彻底清洗,就可能残留有害物质,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, 晚上食用尤其需要注意。 5.菠萝 菠萝中含有酵素,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,且其纤维素含量较高,消化较慢。 不利于晚上消化,菠萝中含有丰富的溶解酶,特别是蛋白酶,这些酶可以分解蛋白质,有助于促进消化。 但如果在晚上食用菠萝,这些酶可能会刺激肠胃,导致胃部不适,腹泻等问题。 菠萝中含有一种叫做菠萝蛋白酶的酶类物质,这种酶对口腔和舌头有刺激作用。 食用过多的菠萝,可能会导致口腔溃疡或者舌头疼痛。